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这样计算 对我们自己吃下去的东西要谨慎 我听到有些人说 我们吃东西 有些人说是晚上不吃的那一餐 因为是否会有更好 如果我真的可以忍得到口 晚上不吃 因为很多时候晚上饮宴 晚上大鱼大肉 那一餐12道菜放上来 碟碟也好吃 怕不够吃 如果是否应该把以后放走 应该放在早上 不要放在晚上 是否晚上吃东西 在胃或身体里面 最好是早上或下午吃完 然后去完厕所 很干净 我睡觉是否这样健康 对大腸来说 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晚上吃东西 是否会对大腸的健康特别差 不知道 但起码我们知道 对于身体另外有两方面 晚上吃东西多些是比较差的 第一方面 就是我们积聚脂肪和血糖 即是晚上会积聚得多些 积聚得多些 因为我们晚上的新陈代謝会慢一点 吃东西吃得多的话 原来产生脂肪肝 甚至乎日后产生糖尿的机会 是稍微高一点的 至于第二方面 就是刚才你说的胃爆了 原来我们晚上吃得多 胃酸倒流是多一点的 消化不良是多一点的 但对于大腸方面 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哦 这样 总之 我刚才所说 我听到医生说 其实我们应该吃东西 我们应该多点留意下 就是尽量把垃圾排走 就是我们叫排毒 现在有些人发明了 叫排毒 什么都叫排毒 其实我想问一下 我听到吴先生说 我一天去三次厕所都可以 如果我很想做到这个效果 我平时都是两三天 三四天的 就算是一天一次都 听完之后觉得不开心 我想做三天或一天三次 有没有天然方法 每次买两斤菜 那一餐要吃呢 我真的见到病人吃一斤菜 一斤菜 一天一斤菜 其实吃菜 一来帮助大便排出来是有好处的 还有第二件事 我们中间始终有几个小时 你的东西要藏在大腸内 不可能夸张到变态到 我们每个小时都要去大便 好像去小便 它藏在大腸内 原来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叫做舍住它 舍住它 你吃多些菜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譬如你吃过西洋菜 吃过通菜 那些高签的食物 一路照 整口都是菜渣的 其实那些我们就叫做食物纤维 入到大腸内 食物纤维其实是有帮助 去阻隔致牙蜜 可以接触我们的腸壁 即是可以放着胃壁 让它不要有大腸壁 大腸壁 你可以想像它好像海绵一样 将大腸内的污脏东西 全部运在它自己身上 包住它 包住菜 可以隔开了腸和致牙蜜的接触 这样就会令到腸壁干净一点 干净一点 这样真的好一点 一斤菜是否足够 主要吃菜很饱 不是的 一斤菜原来我们中国人的食物里面 并不是很夸张 午餐晚餐 割一碟油菜 早餐的时候 我教病人做一碟冰镇芥蘭 早餐吗 冰镇芥蘭 其实很好吃 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如果他们喜欢西化一点 也可以在三餐之间有些零食 可以吃甘筍 可以吃芹菜 和所谓一斤的意思 不一定是白煞菜 刚才提到的 生果都是属于蔬果菜类 我们可以吃一两个橙 都可以在这里扣费